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500家企业参与纽约市的餐厅开放计划 市府今日公布冬季的户外用餐指南 运营者将有电辐射加热器、天然气加热器和便携式饼丸加热器三种选择 纽约市餐厅将在寒冷的冬季继续提供户外用餐服务 供暖设备可改善顾客的用餐体验 市府和市消防局今日发布指南 要求餐厅在未来几个月内安全使用供暖设备 户外用餐供暖有三种选择方式 包括电辐射供暖、天然气供暖和饼丸供暖 市府表示,允许餐厅在人行道和车道的用餐区使用电辐射加热器 而天然加热器只允许在人行道上使用 必须符合防火规定 另外,便携式饼丸加热器也只能在人行道上使用 并受到市消防局的管制 当局对于使用、处理和储存这类加热器有明确的要求 拥有私人户外用餐区的餐厅可以使用上述任意一款加热器 需要遵从市消防局和建筑部门的指南 根据白思豪的说法 指南是为了保障员工、食客和行人的安全而设定 市府在9月延长开放餐厅计划 使户外用餐成为永久性的全年设定 市府指,从6月以来已有超过1万家餐厅参与该计划 市府也表示,相关机构将简化审批程序 使安装过程尽可能简单 纽约州州长库默周三签署一项法案 正式将6月节定为纽约州的法定假日 以纪念美国黑奴解放 纽约州州长库默此前曾签署行政令 将6月节定为法定假日 所有州府职员可待薪休假 州议会在7月通过法案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也在6月宣布 将从明年起正式把6月节列入市法定公共假日 库默在一份声明中指 这个新的公共假日将彰显非议社区的成就和贡献 同时也让民众反思当今社会系统性的种族不平等问题 1862年9月22日 时任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 该消息在两年多后的1865年6月19日 传到德州的加尔维斯顿 因此称作6月节 鉴于弗洛伊德的死亡 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美各地抗议活动 今年的6月节被赋予特殊意义 针对今年夏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 纽约市此前已决定在五个区各创作一幅黑人的命也是命涂鸦 公园管理部门还宣布 为了纪念非议美国人的历史 将重新命名五个区的公园 目前第一个被重新命名的公园是位于布鲁克林的卡德曼广场公园 现在被称为第六园林 其他几个公园的命名也将在11月2日公布 今日是2020年人口普查的最后一日 官方统计将在周五早上6点结束 市府官员昨晚举行紧急远程新闻发布会讨论普查情况 如果统计不足 可能导致纽约市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新冠救助金 以及国会和选举团席位 最高法院周二裁定 人口普查的统计将在周五早上6点提前结束 而非10月31日 高等法院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截止日期的诉求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二宣布 将不再接受10月16日早上6点以后的答复 市府官员警告 如果纽约市人口普查数据不准确 纽约市可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新冠救助金 并在国会和选举团中损失两个席位 人口普查官员表示 纽约市五个区的人口普查自主回应率 几乎与美国其他地区持平 比全美回应率只低5% 而在2010年纽约市当时数据比全美水平低了14% 特朗普政府此前指 人口普查需要立即结束 令美国人口普查局有足够的时间 在国会规定的年底截止日期前统计数据 用于决定2024年和2028年总统大选各州分配的选举人票数 一个由地方政府和民权组织组成的联盟 起诉特朗普政府 指如果人口普查提前结束 将忽略少数族裔和难以统计的社区人士 联盟认为 人口普查时间被缩短 是为了助长特朗普希望决定各州国会席位时 将无证移民人数排除在外 而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约尔认为 以牺牲人口普查的准确性为代价 来满足最后期限并不值得 针对纽约市枪支暴力激增 布鲁克林最高联邦检察官周三宣布 将优先关注枪支和毒品案件 寻求比州府更严厉的处罚 代理检察官塞斯·杜查姆指 该计划将涉及几十名联邦检察官 旨在修复社区保护机制 对非法持枪者处以更严厉的联邦刑罚 杜查姆将枪支暴力激增 归因于疫情和警员杀害弗洛伊德后引发的社会动荡 杜查姆认为 纽约市的氛围在某种情况下 助长了看似随意的暴力行为 杜查姆指 其所在办公室的高级检察官团队 同意暂停审理其他案件 以为改善纽约市暴力犯罪激增的问题提供支持 许多纽约市民主党人否认杜查姆的说法 指由于抢劫、强奸、重大盗窃和严重袭击事件的数量大幅减少 纽约市的总体犯罪率实际上在疫情期间略有下降 纽约市枪击事件急剧增加 受害人数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根据纽约市警的数据 截至10月11日 纽约市已发生354起凶杀案 比去年同期多了90起 而组织纽约联邦捍卫者的执行主任戴维·巴顿 指责杜查姆的举措具有误导性 认为联邦对枪支犯罪的起诉 往往只涉及个人家中发现武器 而不是使用枪支伤害他人的情况 巴顿指 这些起诉会助长过度监禁和种族不平等 此前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大力推动联邦政府对抗疫相关的暴力行为提出诉讼 纽约州最近的保释金改革法 取消了针对大多数非暴力重罪的现金保释和省钱拘留 部分执法人员对此提出批评 杜查姆指 改革导致更多州枪支案件的被告人在被捕后获释 执法人员对此提出